在一场2018法国U20女卒世界杯,第组第三轮比赛中,中国U20女卒国家队与尼日利亚U20女卒国家队交手,最终,中国U20女卒国家队遭遇绝评, 一到一年日利亚U20女卒国家队,中国队未进入八桥,央视足球评论员朱小宇稍盛意解说,为这场比赛,朱小宇表示张宁燕启动速度很快,她是球场的精灵,日利亚的球员小动作确实是比较多的,日利亚队在比赛的商品不是最后一分钟进球,难以相信,朱小宇谈日利亚队,朱小宇表示, 日利亚身体素质出色,她们在身体的对抗上比较强,她们上场的幅度比较大,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,中国队只有一条路,就是击败对手,日利亚的战术打得不像欧洲球队那么流畅,但是她们个人能力很强,日利亚的球员小动作确实是比较多的,日利亚个人能力还是不错,少胜意谈双方情况,少胜意直言, 中国队必须取胜,才能出现,进入八桥,中国先稳住阵脚,身体素质非常好,对抗能力很强,技术也比较细,如果一队议论冲撞的能力,中国队是比较吃亏的,首先要稳住防守,如果先丢球就非常被动,少胜意谈金坤,第七分钟 金坤在日利亚进区内攻门,皮球被对方门下扑住,少胜意表示,中国队在反击当中两个边路是比较强的,这个球是自己打的,其实可以和队友寻求一下配合,队友已经到位了,中国队打得还是比较自信, 朱小雨谈中国队防守,朱小雨坦言,中国队在前场的逼抢,让日利亚队,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传递,在传中的时候,你日利亚可以去找后点,就是多次传中,去找后点,就是找蒙带这一点,你日利亚非常善于利用身体对抗,中国队整体防守不错, 还是少给对方这样的机会,朱小雨谈中国队进攻,朱小雨表示,如何将自己进攻特点发威出来,缺少了谢奇恩,不能打两翼起飞的打法,在左侧会有一些变化,你日利亚这些球人出角是比较凶悍的,我们的出角速度一定快,要快速出球,不要过多把球留在自己的脚下,朱小雨谈阿末,朱小雨谈言, 在身体对抗上,你日利亚的阿末确实非常强壮,朱小雨谈沈梦雨,第24分钟,沈梦雨在你日利亚对境区内中路起脚攻门,比球击中横梁弹出,朱小雨表示,中国队创造了很好的机会,这是个人能力的突破,如果我们不断累积这样运气的话,进球也许就会到来,朱小雨谈阿吉巴德,朱小雨表示,阿吉巴德的能力, 他能力是比较强的,都是对他严防厮守,踢得很难受,作为预选赛的最佳射手,有一个点球,没有运动战进球,朱小雨谈张林彦,第40分钟,张林彦在对方进区内攻门得手,朱小雨表示,40分钟,漂亮,张林彦的进球,中国队一比0领先, 展现了自己的脚下技术,打在左边封的位置上,连续的盘败,球场的精灵,虽然张林彦是一名左脚家,但是这个球是他右脚打进去的,这名球员,他的偶像正是刚刚加盟巴黎圣治尔曼女卒的中国国角王霜,第58分钟,方黛一放到张林彦,中国队获得前场左侧任一球, 主裁派向方黛一出示一张黄牌,朱小雨坦言,张林彦启动速度很快,虽然他个子不高,第67分钟,张林彦起脚攻门没有破门,朱小雨表示,张林彦远射,这种尝试是没有问题的, 湖顶处其实是有空倒的,足球就是控制和反控制,如果你给对手施加的压力更大,自己的压力就会小一点,朱小雨坦尼日利亚队进攻,朱小雨坦言,下班场这段时间,尼日利亚队确实是攻得非常猛,中国队确实是需要给对方防线制造麻烦,否认尼日利亚队越攻信心越足,进攻的欲望越强烈,朱小雨坦主裁判, 朱小雨坦主裁判对于这些小动作的反控确实恰到好处,朱小雨坦王延文,第86分钟,王延文起脚远射,皮球被对方们降扑出,朱小雨表示,漂亮,这脚远射打得很突然,这段时间,中国队射门的次数找得有点慢,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,但是对比赛节奏的把握还是需要去控制, 朱小雨坦中国队缺陷,朱小雨直言,中国队缺少一个能拿住球,转移调动的点,朱小雨坦折评,朱小雨表示,尼日利亚队在比赛的商品五十最后一分钟进球, 难以相信,中国队已经走到了晋级的大门前,但是尼日利亚队在最后一分钟,把比分搬成一比一,尼日利亚队竞胜球占据优势,如果是平局的话,尼日利亚队将近八强,进球的是阿基巴德,阿基巴德终于在中路找到了机会,能够看得出来竞胜球积累的重要性, 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,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,这只中国女足曾努力,已经足够努力了。